我的要求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就一米八以上 然后长得帅一点 皮肤白一点 那个眼睛大一点最好 然后主要是有责任心 得优过 能跟我玩到一块 哪人无所谓 但是得有自己的事业 听着女生对自己将来另一半的要求 身旁的朋友被惊掉了下巴 这要求可以直接刷掉90%以上的男生 佳琪是地道的北京女孩 她的家境优偶 可33岁的她还保持着一颗少女心 平时最喜欢的就是Hello Kitty 家里从电视机到瓦尔勺 全是Kitty联名款 甚至自己的英文名字都叫Kitty 父母把她像公主一样宠大 就连吃饭时都会亲手给她包下 最近他们给女儿找了一位音乐老师 可佳琪却因为男方太矮了没看上 父母最操心的就是女儿的终身大事 不过母亲现在也开始慢慢理解 因为她发现现在的男孩子 都很少主动追女生了 或者说追到一半就会放弃 每当参加别人的婚礼时 相信爱情的佳琪就会幻想自己嫁给白马王子的场景 对方绝对会对自己摆一摆顺 可父亲却有着不同的观点 我的观点呢是你在要求别人的时候 一定要对自己提出相同的要求 我要求人家长头漂亮 我也挺漂亮的呀 你要求人家很有钱 我觉得我也挺努力的呀 我觉得我挺好的呀 那就是要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观点 面对父亲的唠叨 佳琪听的耳朵都起剪子了 为了能让自己的爱情早点到来 佳琪不惜花高价请大师订做招桃花的手机壳 她想找一个身高1米8以上加事业有成的帅哥 但朋友调坦到这个难度不亚于大海捞针 而且现在的年龄很尴尬 如果结婚的话 男方肯定会马上要小孩的 因为年龄大了对女方的身体会有伤害 所以说谈恋爱现在是颇在眉睫 为此佳琪也是积极参加各种相亲活动 可随着相亲次数越多她就越失望 而同样相信爱情的还有红梅 今年29岁的她是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女白脸 在北京打拼多年年薪已经达到了20万 但还没成家始终让父母放心不下来 为此她积极参加各种相亲场所 男生8分钟一换桌 只为了在最短的时间内接触到更多的人 但对于这种快餐式的相亲 红梅根本不抱什么希望 很显然这次相亲又以失败告终 临近过年红梅坐上了开往老家的动车 车上的一对年轻小夫妻和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你九几的还是八几的 我92了 92年的 结了婚之后就被催残成这样了 我们都是初恋 高中同学 听到这话的红梅沉默了 随后她向两人诉说着自己对于爱情的理解 可却被对方嘲讽懂得一对道理 却仍然顾不好自己 老家的父亲对女儿的工作很满意 但遗憾的是今年又没给自己带个女婿回来 可红梅又想要爱情又想要条件比自己好的 这也让离过婚的哥哥很是不爽 哥哥认为爱情不应该用硬性的条件来要求 如果遇到有演员的可以先相处试试 可红梅却觉得有钱有言是基础 就算平淡的生活也是需要钱来维持的 没过几天村里就来人给红梅说美了 而现在说成一桩婚事就需要一万块 过年后红梅相亲到了一个优质的男生 对方的身高和年龄等都符合她的要求 但两人对恋爱的观点却产生了很大的分歧 男生认为现在女生很独立 这会导致两人在一起后反而没有独自一人过得舒服 既然这样的话那就没有非得结婚的必要 可红梅却不同意这种观点 她认为即使女性在怎么独立 也需要找一个男人衣服 男生不禁觉得红梅对爱情的想法太过天真 万一你和你衣服的人产生了矛盾怎么办 甚至衣服的那个人出轨了怎么办 可活在幻想中的红梅认为肯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 甚至认为对方的想法太过阴暗 最终架不住招架被弃的落泪 两人也最终不欢而散 不过即便这样 红梅仍然对爱情抱有幻想 每当参加朋友的婚礼时 她都会羡慕到落泪 她依然积极地参加各种相亲活动 还计划今年要多读书提升自己 她希望在优秀的另一半到来时 自己也同样优秀 而佳琪也从父母的家里搬了出来 床单依旧是粉红色的 尽管在相亲中屡屡碰壁 但她依旧没有放弃对爱情的美好幻想 特别希望有一个人 骑着白马 踏着七彩相云过来跟我说 我终于来接你了 你就是我一生的老婆